华联市公所开办客家生活用语学习班 受疫情影响踩实体和线上同步教学 特别邀请到客语新传师中玄琪 教大家学习客语的生活用语 而市长威嘉玄特别前往生活艺能教室来关系学员们上课状况 也鼓励大家可以在精进自己的客语能力来挑战客语认证 中玄琪老师指着自己鼻子耳朵跟眼睛 带领学员们从认识五官来学基础的客语 学员们还边学边创边念客语 活泼有趣的教学方式让教室里充满笑声 市长威嘉玄也特别到场关心学员们上课状况 也鼓励大家来挑战客语认证 谢谢我们非常多的好朋友 那也针对客语的部分非常认真的想要学习 那除了有些朋友是有通过初级的认证之外 那也希望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客语的部分 能够运用在自己的生活 那也许考试是一个手段 那生活是我们必须要懂的一个语言的部分 那也可以运用给家里面之外 也可以交给孩子 那在此也要谢谢我们所长 那把一些经费腾出来 用公所自己的预算来请我们非常好的老师 厉害的老师来教导大家 那希望今年有一些还没有考过科语初级认证的 我们一些学员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那也许对我们自己的一个 等于说过程里面也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这次上课的学员有19位 年龄从9岁到75岁都有 受疫情影响除了实体课程 施工所也同步采线上视讯教学 要让更多人可以来参与生活科语学习 日起到6月30号 每周一、四、晚间6点45分到8点45分 想要学习客家化的民众 可以透过线上一起来学习 介络会环市报道 文件补静大学 文件补静小我的 文件补静小我的 不感